陈唐官哪吒匠生 哎 他刚刚匠生不久 那么太乙真人就来画园 感情 他已经和李静都约好了 只要贵子一匠生 就算是我的门相 我收他做徒弟 哎 今儿真来了 李静把孩子抱出来 叫老真人看看 老真人挺高兴啊 结果孩子来 端行了半天 然后抬起手来 就罩着这孩子的顶梁 啪呀就拍着这么一巴掌 这巴掌拍着 李静啊差点晕过去 怎么回事 他多大个孩子呀 你哪能这么大呀 我的天 就不用说 这么一个刚生下来的娃娃 那就是标趋壮汉 您这一五花鸡顶 也能把天灵谷给打碎了吧 您慢着点 到人笑了 再比这力量大省十倍 此次也无妨 就再大十倍呀 也没事 李静听着都悬得好 为什么 为什么好端端接过孩子来 给了这么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完之后啊 这娃娃 冲着太乙真人 笑了 感情她认出老真人来了 感情刚才那一巴掌啊 那是给她开窍呢 真人告诉李静 将军不必担忧 将军不必担忧 我是在给这娃娃开窍 开窍都这么开呀 那要学乖呢 得脱层皮呀 你说乖不乖 这一巴掌敲完了 这孩子乐呵呵的跪在地上 给真人磕了仨头 口称恩师 哎哟 孩子不张口说话 还好 这一说话呀 简直是口齿清晰 语言动听 哎哟 说话比唱歌都好听 李静可乐坏了 当时太乙真人 给孩子起了个名字 他跟李静商量 说您的长子叫金长 次子叫木长 那么这个孩子呢 就叫哪吒吧 李静不知道怎么感谢 这位老真人啊 他想挽留真人 住在陈塘关 啊 游晚几日 真人蜿蜒谢绝了 我要回洞中送经 不能在此过多耽搁 哎 跟李静高辞 那哪吒还有点 难舍难分的呢 李静 把太乙真人给送走了 回来 这府里可就热闹开了 怎么呢 哎呀 大伙是 开始的时候 那简直惊苦万壮 眼看天塌地陷了 个个愁眉苦脸 人人紧锁双眉 可这回呢 这家伙 夫人生个大肉球 啊 老爷一见皮开之后 奔向蹦出小孩来 哎 这孩子 下生就会讲话 满是乱跑 非常天真 是特别活泼呀 人见人爱呀 哎呦 把殷氏夫人啊 给喜欢的不得了 不知道怎么 稀罕这个孩子 好了 生下来就像 七八岁的 刚一降生 没过三天 就开始念书了 甭管什么书 只要让这位少爷一看 是过目成颂 木来十行 是一念就会 是一会就记住 而且是道背如流 不仅呢 习闻 而且练武 哎呀 和府上下 一致称齐呀 咱不用说贱 听都没听说过 那么有仗前的一些个副将 就给李靖出主意 出什么主意 哎呀将军 咱们得好好庆祝一番呢 这位少爷可是非同等贤 按照这个劳理讲呢 孩子降生啊 是贺三天 半满月 庆百日 有钱人家 都得这么热闹热闹 何况 您镇守一关的总兵大人呢 咱们得办办呢 李靖摆了摆手 哎 列位都是一番好意呀 哎 我非常清楚 按道理说是应该 热闹这么一番 但有一样 时局不稳啊 东南两路诸侯 攻关紧迫 国家正在到处调兵遣将 我不敢有一日偷心 所以啊 咱就别办了 咱自己家里啊 乐呵乐呵就得了 这一乐呵呀 大概有一个半月 也没踏实下来 就在哪吒降生的那年夏天啊 陈塘关地区特别热 热的都邪性 那时候也不讲什么摄氏多少度 大概啊 那么妖魔着 也有五十度上下吧 是不是 那诺尔尼诺 就从哪吒降生那年 兴起来的 反正多少有点关系 把这个哪吒给热的呀 怎么待着都不得尽 这夫人心疼这个老儿子呀 就让好多仆妇家人啊 换着班 给他打扇 弄了六方兵 天天啊 弄兵镇着 哪吒也叫不出凉快来 忽然间 哪吒心声一计 他跟这个管家李星商量 哎 我说兴儿 三公子 这么热的天 咱们就在家里这么猫着呀 我说咱陈塘关这儿 有没有凉快点的地方 李星想了想 公子 不瞒您说 凉快地是有 出城不远就是九渠河 有河水的地方 反正这么说吧 有水的地方 他就显着凉快 咱是不是上那儿去溜溜去 树林子一坐啊 哎 河风这么一吹 肯定热不着您 能说这一听哎呀 有这好点你怎么不早说呀 李星已经不行 你看 我多嘴多舌 怎么 我这么说出来了 您可千万别 您可千万别去 因为什么呢 老爷夫人 肯定都不让 那不放心呢 嗨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都这么大了 还有你陪着我 怎么办 我跟夫人说去 哪吒跑到后边来 禀明了夫人 说他要出去啊 到九渠河凉快凉快 夫人放心不下 可是呢 哪吒还没有张口求过母亲 今儿个呀 一看孩子热成这样 热得小脸痛红 夫人也怪心疼的 这么着吧 你副帅正在练兵 他也没在家 他在家恐怕呀 是绝对不行 那你就不妨啊 去玩一会儿 可有一条 你可得早早回来 别等你副帅回府之后 要是一问你 你不在 他非怪罪不可 那吒都答应了 呵 把得这乐的呀 不得了啊 带着家庭李星 有哪帅父出来了 奔着九渠河方向 离城不远 几里落 等来到九渠河这儿 哎呦 这儿可太凉快了 嘿 哪吒呀 点了点头 什么意思呢 你说城中百姓啊 他们多傻呀 有这么一个凉快地方 都不来风凉 全毛的城里头 那儿喊热 你想想 那城里一块一块的 水泥坨子 那么烤着它能不热吗 那年头有水泥吗 有没有水泥反正也够热的 那我这 到了这树林子这儿 把衣服也甩了 把衣服也甩了 就系了个兜兜 往地上一躺 哎真听没 躺了一会儿 哎 他听耳边哗哗的响声 这是水波浪 一拍打那个岸边 发出来的声音 那这个哎 我还说城中百姓傻的 我呀 也不够灵 怎么 这么清凉的喝水 喝不下去洗个澡呢 李星啊 来来来 你在这儿给我看着东西 我洗个澡 可不管见李星吓坏了 我的三公子 这可不行啊 怎么 你 你坏水吗 你洗澡 那要洗出点什么意外来 我 我怎么担当得起呀 吓得李星都要跪下了 哪里一看你 干嘛吓成这样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 你放心 我就在河边这儿涮涮 那深的那地方我不去 其实去也没关系 这个小河岔子 根本淹不着我 哎 不管怎么说 您千万别往深地方唱 您就在这边上撩着水啊 擦擦洗洗就得了 好了好了 哪里怕李星着急 哎 他奔河边这儿来了 李星啊 把这树林子边那儿 有块石头 他就往那儿一坐 瞪着俩大眼睛看着哪吓 哪吓还没到河边呢 他那儿就嚷嚷 您小心 公子啊 您千万小心啊 我说你贫不贫呢 我这儿还没招着水呢 你就嚷嚷 嚷什么呀 气有此理 哪吓蹲在这儿 用那小手一撩着水 哗哗 嘿 真好啊 水似清泉哪 哪吓就下去了 这个河边的水还真不太深 也就是啊 一米来湿 哪吓呢 确实会水啊 他蹬的一下 往里边这么一跳 嘿 在水里头游了三圈 然后上来 他特意让李星看看 你看见没有 这能验证我吗 李星不看泽椅啊 这一看呢 简直把他惊呆了 怎么回事 我们三少爷 这水性太大了 好吗 这游泳一天没练过 他下去就飘着 你说邪不邪行 哎呀 三公子 您这水性真棒啊 看来啊 我还得跟您学学练的 卡尼克呀 差太远了 行了 这回你放心了 哪吓高高兴兴扑通一声 又跳下去了 跳下去之后 他也没带毛巾 干脆 哎 我就拿这个兜兜擦擦得了 他把这兜兜解下来 是连轮带甩 一擦在身上 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李星在暗生站着瞪眼瞅着 只见咱们这三少爷 把这小红兜兜 这么一甩呀 一瞻眼的功夫 啊 这九区河水全红了 哎呦 就像投了多少颜色似的 投了多少颜色 怎么能红得这样 红得吓人 不仅红啊 他这个兜兜不抡还好 怎么一抡呢 只见九区河水波浪翻滚 啊 一浪比一浪高 那浪掀起来 都有几丈高 把李星吓得 夹腿嗔嗔嗔嗔 一个劲打颤 铺冲一下 他啪嗒了 少爷 你快上来吧 别落你那个兜兜了 谁也不知道 哪吒这个兜兜 喝着胳膊上戴着那镯子 那是前元山金光洞 两件镇洞之宝啊 那兜兜叫混天灵 那镯子 那就是哪吒时刻不离的 乾坤圈啊 小小的九区河 哪儿禁得住 这两件宝贝 在这儿喜涮呢 哪吒这么一抡那混天灵 光剑那九区河 那个浪花掀起来 两三丈高 还不算什么呢 水晶宫都要塌了 宫墙咔嚓咔嚓来回之晃啊 宫门也碎了 龙王待着那水晶殿呢 吸了哗啦眼看就要坍塌 把龙王爷吓得 牛打殿里跑出来了 他屈指 掐算 算什么呀 是不是地震了 算了半天 没有啊 啊 另外这地震 那上天爷得给我打个招呼啊 即便天上之日新冠 把这事给马虎了 那土地爷爷得告诉我一声 这怎么一声不响 忽然间 我这水晶弓就震动起来 他立刻呀 派鱼别瞎蟹 打探打探 这镇员发自何处 有人来禀报龙王 镇员就在九区河 哎呀 带我亲自去查看 龙爷要亲自到九区河看看 被手下巡海夜车给拦住 哎呀千岁 区区小事 还用惊动您的打架吗 带我去看吧 哎 龙王一看 你早就应该去看 你为什么呢 你是寻海夜车 你寻没寻呢 啊 海里没什么事 河里倒闹事了 你这拆怎么当的 寻海夜车里干呢 也觉得脸上无光 他提着钉钉狼牙望 就跑九区河来 直接河水翻滚 哇 起了个大水塔一样 哗啦一下水 哗望下这么一落 寻海夜车里干上来了 他凉脚啊 踏点分水轮 这一露面啊 把那管家李星 差点给吓得背过气去 哪吒也吓了一跳 哪吒也没看见过 这模样的人 哎哟 他一看李根那脑袋呀 是两半的 那脑袋有俩尖 好叫头发是红的呀 眉毛 胡子 压着喉 全是红的 红胡子 蓝铁脸 是松眉恶梦 虎皮胚筋 虎皮战裙 大红中医 虎皮学药 手提 钉钉 狼牙望 索耳带金环 那金环 碗口那么大 这家伙上来 就大吼一声啊 这忠着哪吒就过来了 谁家这么一个 缺少教育的瓦尔 敢跑到九屯河闹市 他已经看见了 看见哪吒左背绳 戴着个金镯子 右手提着个红兜兜 正在水里面涮的 涮的 这河水翻滚 熊海叶子都站不住了 一劲儿只打晃 李根心说 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啊 他拿着个小兜兜 这么一涮 熊海叶子都吃不住劲儿了 眼看要给涮趴去 这只是个小兜兜啊 这要拿件堂装呢 那时候还没成那堂朝呢 李根心想 这要换件长袍 那我就得投朝下了 啊 实在太可恶了 他举着狼牙棒就过来了 你倒问问呢 问问哪吒是哪儿的呀 他举棒就打 把哪吒吓跳枪 赶快由河水里上来了 往岸边一站 哪吒急了 怎么 我找你惹你了 啊 你拿狼牙棒打我 熊海叶子一听什么 找我惹我 水晶宫都要塌了 我家龙王千岁都震怒了 你知道不的 我这熊海叶子管什么吃的 哎 再制止不了你 那回去就把我车直了 挖而休走 就举着狼牙棒 咔 路头盖顶就是一下子 哪吒一个剑步 蹦着一边下来 他这一狼牙棒 摆别地 打了一个三尺雷神的大坑 他举着棒 就追哪吒 左一棒 右一棒 打了又十几棒 十几棒 也没棒着 哪吒躲得还真快 他倒把哪吒给打乐了 怎么 哎 我说怪我 我可让了你这么半天了 你追着赶着打我 我也没理你 我不过就在河边这洗个澡 你常年在水里泡着 你搅不出来 这天多热 我这刚涮涮兜兜洗个澡 你上来就惺凶了 我可告诉你 你要把我打击了 我可要收拾你啊 说着 哪吒就把这乾坤圈摘下来 他把那金镯子在手里这么一晃 金光闪闪 绕眼多神 熊海叶子里根这么一看 他这小镯子 不晃还好 这一晃糊的一下 个儿见大呀 啊 一圈比一圈大 一圈比一圈长 哎呦 眼看就像车轮一样了 这巡海叶子 连着急带上火 他也有点蒙了头了 你看这个形势 这场面 就拿着这个举动 你还不跑 还等什么呀 可也难怪 叶子自上任以来 一帆风顺呢 啊 到处寻看 他寻海叶子 海啸 他都不在乎 他还能怕这么个娃娃吗 可他不知道这娃娃 是哪吒呀 他往前一追 真把哪吒活给斗起来 一斗手 他把那圈就扔出来了 这一撒手可不得了了 金光缭绕 锐采千条 山崩地裂 由头上带着一股进风 就撒下来 把巡海叶子吓得呀 撒腿就跑 他想一头扎到河里去 来不及了 啪 啪 这么一声 一前滚圈 把巡海叶子里干 打了一个脑浆泵裂 当时 就死在岸边那儿了 那水族小泥球看见了 哎哟 把叶子老爷给打死了 吓个他自溜的一下 一溜小水泡 就跑到水晶宫来了 是见着 龙爷放声大哭啊 他告诉东海龙王 巡海叶子 叫那小孩 一咕噜圈 给打死了 小泥球不认得 有乾坤圈 他看哪吒拿那玩意儿 跟那小孩们玩 推那圈一样 说让咕噜圈 把熊海叶子给打死了 龙王越听越生气 一个小小的咕噜圈 就能打死我熊海叶子 你真是一败胡言 我说我去看看吧 不让我去 带姑亲自前往 且慢 随了一声喊 过来一员小将 父王 去去小事 还用您打架亲自去看吗 带孩儿去看看 把这行凶之人捉来见您 带马 把分水兽带过来 这位小将 银监银甲 肃罗袍 手提方天底 跨下分水兽 这小将是谁呀 龙王爷的三儿子 龙公三太子 奥饼 带着三千 虾兵蟹将 哗啦一下 杀出龙公 到了九曲河了 今天这九曲河可热闹了 要喝点朝天了 可 那竹浪一千哪 就十几丈高啊 等着水浪落下去之后 三太子龙眼这么一看 哦 就这娃娃呀 哪吒也看见了 吼 哪来这么多人呢 哪吒仔细这么一看 呼呦 当时可乐坏了 怎么 这眼前全是海鲜哪 这趟九曲河 我来着了 碗热闭肾 你自己的姐妹 咖啡 一旦 你自己的妹妹 一旦 你自己的妹妹 那你带着水浪 你自己的妹妹 我来着水浪